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排审选霸法 民进党一早假动 直接霸占了委员会的主席台来杯葛 好啦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还爆发了 这个绿营的立委张宏璐 直接去抢议事人员首相的资料 而这个许晓鑫呢和这个王美惠 则是爆发了有这样的肢体的冲突 好 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选霸法难道真的没有这样的讨论的空间吗 为什么呢 你看到这个罢免总统的门槛 这个总统罢免案如果成立的话 必须要经过全国公民投票 选举人总数的过半同意 然后呢 有效的同意票 必须要过选举人总数的二分之一 是相当的严格 好啦 所以你看我们的总统赖清德 他呢 其实只需要有40.05%的 这样的一个得票就当选了 可是必须要有超过50%的人 才能够罢免他 好 但是呢 如果是县市长跟立委 那门槛就不一样了 好 罢免投票呢 必须要有选区的这个人数的总数 25%以上的投票 然后过半同意罢免 这个罢免案才会通过 可是呢 如果某个立委 他当时啊 拿了60%的选票当选 可是只需要有25%的人罢免他 他就会被换掉了 这样真的是合理的安排吗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呢 这个有关于到底联署的时候 需不需要身份证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啊 好 柯建民怎么说 他说我们绝对反对国民党没收罢免 国民党把这个选霸法当成是操作的工具 还增加条件跟门槛 要求要付身份证 让选霸法变成是只有选举没有罢免啊 好 事实上啊 吴秉锐 绿营呢 立委自己他还提了一个案 本来也是说要来加盐 来这个查核大家的身份 他提案要求啊 这个罢免案的提议 联署都必须要付身份证 还有发证的日期 如果说冒名提议 或者是联署的人呢 会处于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且还有拘役或是罚新台币 百万元以下的罚金 这提案干嘛罚得很重耶 结果后来呢 受到了庞大的压力嘛 吴秉锐自己就把这个案子给撤回了 不过今天还是有排审啦 好 这个吴秉锐怎么说 他说民进党是践踏国会 不要再诈骗台湾人民 今天我们要开会 程序和正义 这个我们国民党 是没有任何的既定立场的 好啦 事实上 过去民进党自己也说 没有讨论没有民主嘛 今天也排审了 民进党立委的版本啊 就是说希望大家好好来讨论 整个罢免的乱象 但民进党为什么不敢讨论呢 奇怪有付身份证 这样子有什么不行吗 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嘛 显然民进党也有人认为 这个选拔法应该要修法 那到底现在在阻挡在挡什么呢 惠文哥怎么看 这个可能有些朋友会对这个 会把它连结到 是不是对基隆市长谢国良 因为他是不能溯及既往的 所以这个在立法院朝来朝去的 这个选拔法的修正 跟谢国良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谁有关系呢 跟洪梦凯他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是如果到了明年的2月1号 这一届的立委任满一年之后 就可以展开民进党的大罢免时代 好就会有关了 那要罢免几个呢 这个郭正亮亮哥都讲了 锁定遍地开花 但是火力集中罢免六个 然后民进党补选赢了 51加6等于57 民进党在立法院就过半了 我不晓得观众朋友要怎么去解读 像今天这样子 这个这个都是标语都准备好了 我们看这个高清委员都已经抱病 在这个主持这个内政委员会 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两个 这个女主角 这个王美惠跟这个徐晓鑫 两个这样针锋相对 这样拉来拉去 衣服这样子拉扯什么的 我想请问大家 这到底吵吵闹闹 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这到底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我跟各位讲 刚节目开始之前 我在中天投那个贩卖机 我看旁边一个 这个好像洪孟凯 可是国民党不是假动吗 我旁边怎么会有洪孟凯 结果他叫我 假动结束了 已经散会了 已经吵完了 下个礼拜再战 观众朋友 民进党在立法院过半听民进党的 民进党在立法院没有过半 也要听民进党的 我就问你为什么 立法院长不是韩国瑜吗 那国民党加民众党不是过半吗 对不对 那我请问柯文哲 你可以这样子吗 有些法案我跟国民党合作 有些法案我就不跟国民党合作 你现在是怎样 看你心情 看你高兴 那很好 那你去跟民进党合作 不是这样子吗 你民众党在每一个委员会 只有一个委员 如果没有国民党帮忙 你连提案的资格都没有 那又看主持人 选爸爸我觉得不要改 那不要改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本来就不希望国民党跟民众党合作 那奇怪了 现在还又看你一只要表演 对不对 你看今天在立法院 我想和梦海最清楚的 民进党立委就耍狠 我就不让意识人员出来怎么样 我就让你王宏威去报警 你去报警警察是敢来吗 警察敢到立法院去执法吗 不敢 以前的王院长 或者后面的这几个 包括现在韩规当 他们也不会让警察 直接进到立法院去 那他这个是不是妨害自由 当然是妨害自由 不然民进党立委就要出去 高兴委员已经叫医事员说 你们过来开会 我们换会议室 他就是过不去 那民进党委员有没有违法 有啊 那我就请问韩国瑜院长 请你执法 凭什么立委有刑事豁免权吗 什么时候立委有刑事豁免权 我怎么不知道 那民进党这些都有录音录影 全部都录起来了 那些医事人员 每个都是被害人家证人 法办啊 我没有意见 不法办那就算啊 这你们怕民进党嘛 民进党就还一盯息 我请问各位观众朋友 这几十年来 蔡政委也当过立委 郑立委也当过立委 这几十年来立法院 民进党不是每次都这样子吗 你看今天这个长期 跟当年的福茂像不像 我就是不让你开会 我就是不让你表决 你以为福茂是2014年送去 2013年案子就送进去了 就躺在那边 他只要一开会 他就霸占主席 他还拿铁链把门锁起来 你能开会 为什么都要听民进党的脸色 看民进党 民进党高兴就高兴 不高兴就不高兴 我不晓得为什么 好不好 我们可不可以硬起来一次就好 把今天公然违法的民进党立委 通通法办 这个不是送纪律委员会 纪律委员会是针对立委 打打闹闹闹闹的 你叫纪律委员会 你这个是违反了中华民国刑法 韩国瑜院长 韩国瑜院长敢办吗 不敢 我就当场嘲笑韩国瑜不敢办 然后也不会有人办 我们就让民进党继续在立法院 横着走这样子 好不好 就民进党想通过就通过 民进党想开会就开会 我人比你少怎么样 我人比你少我就霸占主席台 然后就没辙了 我们来看下个礼拜 是下礼拜一 下礼拜一我们再来看 这个国民党表演 看国民党能不能在立法院 能够硬起来一次给我们看一下 好不好 各位观众朋友 你不要再做梦了 我是开玩笑的 不会有任何一个 民进党的立委被移送法 因为大家都怕民进党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甜点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也订阅 感谢观看 这种感觉 我需要他的领域 也订阅 你的领域 会有领域 汇集成 那么有领域 也订阅 还有什么领域 然后你也订阅 最大的领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